肚子容易胀气的原因是肠胃中累积过多的气体 而这些气体的来源像是吸入外部气体 或者是吃太多容易胃胀气食物 也有些食物在消化时容易在肠胃中产生较多气体 引发胀气要特别注意 任何人只要肚子一饿 再加上美食当前都会忍不住品尝一下 像这位李先生对于自己爱吃的食物肯定会饱餐一顿 吃太多吃太快一边吃一边讲话 有试过就是吃三四颗粽子 然后之后或者是吃一两个便当 都觉得很饿的时候会 就是脑袋还没有控制到胃 跟没有办法对话的状况 下面就会以口气吃太多东西 所以会很不舒服 你的消化不是很好 胃里面吃很多很难消化 粽子啊饭团啊糯米叶的 或者是一些比较产气的东西 因为真正的这个胃的这个问题 它不会痛 它不会痛 其实它是一种胀气的感觉 大部分就是很不舒服 可是又讲不出所以然出来 其实时常是因为我们胃的一个慢性的发炎的情况 因为我们吃进去东西之后 它的胃酸 它的胃酸的关系 在胃里面一直持续的 食物没有办法消化下去 变成原来两三个小时可以消化完 它搞不好五六个小时还消化不完 临床案例 一名中年男子经常饮酒 搭配香肠和腌制韭菜 每周平均三次以上 没想到近期经常感觉胃胀胀 而且不时出现恶心 甚至想吐的症状 原本一开始以为吃太多 导致胀气感持续一个月之后 赶紧求诊治疗 曾经有办案例就是说 胃肚肚肚肚肚 它以为是消化不了 后来原来是胃在长东西 胃在长东西胃癌这个东西 它其实在早期 它是没有什么症状 就一般的症状而已 但有时候等到你大便有带血 鲜血或是带黑色大便 或是说吃不下了体重减轻了 现在总觉得胃很胀的感觉 但这种情况很多问题都有这种可能 比方上慢性胃炎 胃溃疡 十二尺肠溃疡都有可能 可是更可怕的是 很多民众会自己去药房买药 就吃了好几个月都没有好 这时候再来找我们的时候 我们这胃经医检查去看 哇不得了了 这面搞不好是胃癌的一个现象 所以我们特别提醒说 因为早期的胃癌 它的症状跟胃溃疡 胃食道逆流 或甚至慢性胃发炎 很难区隔出来 胃癌的主要危险因子 是幽门感军感染 还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 包括抽烟酗酒 过去经过多年来的努力 胃癌的发生率 已经掉到最常见癌症 第八名 所以基本上胃癌 它可能马上就会 剔除到十大癌症之外 那至于说胃癌 它基本上早期的时候 其实不太会有 什么特定的症状 它可能就是像消化性溃疡 有时候胃痛痛的 有时候胃会有点脏上的 胃不舒服的症状 但是这种症状 有时候常常见 并不代表说这样的症状 一定是有胃癌的发生 医师提醒早期胃癌症状 不明显 大都以溃疡来表现 比较不容易联想到癌症 等到出现解黑便 贫血等胃出血症状 或难下咽状况时 可能是胃癌中晚期 因此民众一定要提高警觉 不舒适应禁宿 就医治疗 TVBS新闻 陈如环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 APP